收到清华录取通知书这天 堂姐捂着肚子跪在我面前 说还了我男朋友的孩子 求我成全他们 我嘴都笑歪了 正愁怎么跟渣男解除婚约呢 名校毕业继承家产 成为百亿富婆 不香吗 男人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 一睁开眼 对上的就是一双楚楚可怜的眼睛 堂姐苏柔身着素白的连衣裙 提着一个大行李箱 站在我家门口 这是高考一个月之前 苏柔借口找我补习 来到我家 柔柔 你来怎么不提前跟叔叔说一声 叔叔去接你 我爸将我挤开 拉着苏柔进屋 然后入住我的房间 揉着被我爸撞疼的胳膊 我瞇了瞇眼 前世我是怎么做的来着 刻骨的记忆很容易就想起来 心高气傲的我不愿意让出房间 跟我爸大吵一架 硬生生挨了 我爸一个巴掌 为此 我妈跟我爸大闹一场 两人本就有问题的感情 如履薄冰 不仅如此 接下来 苏柔从未向我请教过学习不说 还跟我的男朋友张楚洋 各种暧昧 不甘心被苏柔抢走一切的我 无心学习 一门心思想着 怎么让苏柔离开我家 离开我男朋友 因此 从小成绩优异的我 发挥失常 高考分数只能上大专 再然后我爸妈离婚 我跟我爸 苏柔陷害我把他推下楼梯 我被我爸赶出家门 苏柔拿着我爸给的千万彩礼 嫁给同样家境优越的张楚洋 而我大学毕业后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进入工厂流水线 过劳猝死 重生归来 我主动让出卧室 入住三楼的阁楼 不是因为怕了 而是因为我要抓住高考这个机会 前世的经历让我明白 只有自身强大 才是最重要的 三楼只有我一个人住 很是清静 我每天都学习到深夜 苏柔跟张楚洋的各种小动作 我都装作不知道 终于 高考结束 我以高分 被清华北大抢人 最终我选择了清华 直到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 我悬着的心才落地 我推开阁楼的窗户 吐出了一口浊气 现在 我跟苏柔 张楚洋 以及我爸的恩怨 是时候开始清算了 我下楼的时候 正好看到苏柔 依偎在张楚洋的怀里 笑得一脸羞涩 看到我 张楚洋一把推开苏柔 向我走来 喊喊 你可算下来了 前段时间你忙着学习 无心搭理我 接下来 你可要好好陪着我 说着 张楚洋就要伸手拉我 我后退一步 拉开跟他之间的距离 可是我看你身边 好像有人陪了 我一由所指地 看向苏柔 面色难堪了一瞬后 又恢复如常 张楚洋故作洒脱地说道 寒寒 你瞎想什么呢 我跟苏柔走得近 不过是看在 她是你唐姐的份上 不留情面的话 让苏柔的面色发白 我却愉悦地勾了勾唇 我跟张楚洋属于豪门联姻 是从小就定下的娃娃亲 所以前世我一直都把张楚洋 当成未来老公对待 被苏柔抢走张楚洋的时候 才会无法接受 前世这个时间点 在我的吉利阻碍下 张楚洋跟苏柔 已经情深似海了 而现在 许是因为没了我这个催化剂 到现在 张楚洋还是背着我 偷偷跟苏柔交往的状态 我配合张楚洋出演 固然能让苏柔难受 但是更让我恶心 该怎么样 才能尽快解除 我跟张楚洋的婚约呢 思索间 我很快有了主意 我含情默默地看着张楚洋 反正我迟早都要嫁给你 不如我们结婚吧 结婚 苏柔率先惊呼出声 怎么 唐姐不愿意 还是说 唐姐想顶替我嫁给楚洋 直戳内心的话 让苏柔哆嗦着唇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张楚洋的神情 也有些尴尬 显然 脚踏两只船的快乐 她还没享受够 索性 我又加了一把火 楚洋 我可是考上了清华 要是阿姨知道了 肯定很开心 你真的考上了清华 张楚洋眸光一亮 见我点头后 她的脸上涌现出狂喜 你等着 我这就回去告诉我妈 张家早几年是做煤矿生意发家的 后面虽然煤矿生意不行了 但是家底后 也投资了一些其他的业务 他们家虽然有钱 但是没一个读书成器的 常常被人私底下戳几辆股 说他们就是一家子爆发户 上不了台面 越是没有什么 越是爱炫耀什么 张母走到哪儿都会炫耀我成绩好 现在我考入清华 她肯定希望我能早点嫁入张家 张楚洋前脚离开我家 后脚 苏柔就按捺不住 捂着肚子跪在我面前 含含 我对不住你 我怀了张楚洋的孩子 我知道 毕竟张楚洋跟苏柔用的安全帽 是我提前用针戳破的 我质地有声的话 让苏柔的哭声顿住 你怎么会知道 勾了勾唇 我什么话都没说 抬脚上楼 看样子 下午有一场硬仗要打 我要好好休息一会儿 养精蓄锐才行 砰砰砰我是被剧烈的敲门声吵醒的 紧接着 门外响起我爸暴躁的声音 在家里还反锁门 一天到晚除了学习就是睡觉 我怕不是养了头猪 你也不学学你堂姐 她每天都早起做饭 还猝了猝眉头 我静止走到门前 打开门 看到我面无表情的脸 我爸的喋喋不休顿住 转而 面上染上怒意 死丫头 竟然敢用这种眼神看老子 说着 她的巴掌就要拍在我身上 我快步下楼 让她拍了个空 楼下 张富张母和张楚阳 笑得正开心 这种笑容在看到我的时候 更是放大了数倍 一旁端茶地水的苏柔 却眼中含泪 看样子 张楚阳一家人 还不知道苏柔怀孕的事情 嘖嘖嘖 还以为苏柔多能耐呢 没想到这件事情 还要让我亲自戳破 叔叔 阿姨 我走到张母的面前 张母一眼 就看到我手里的 清华录取通知书 拿过去看了又看 然后 把录取通知书 递给张富 转而拉着我的手 咱们含含 就是优秀 阿姨喜欢死你了 等到我爸下来 她迫不及待地 对着我爸说道 亲家 孩子们也老大不小了 不然先把婚礼办了 等到了年龄就领证 怎么样 张家的实力 在我家之上 听了张母的话 我爸暂且收起 对我的不满 挤出一抹笑 当然好 那您看 咱们把日子 定到什么时候 比较好 见张富张母和我爸 已经开始商量 我跟张楚阳结婚的日子了 我只觉得可笑 我妈还在公司没回来 他们这是明目张胆的 不把我妈放在眼里 在看一旁的苏柔 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张楚阳 往常被苏柔一笑 就融化的张楚阳 此时做得端正 对苏柔的暗示 视若无睹 则 在利益面前 他们的爱情 好像算不了什么 不然就定在下个月 赶在寒寒开学前 把婚礼办了 我看行 张富张母和我爸 一拍即合 我在此时出生 叔叔 阿姨 我也想嫁给楚阳 可是 说着 我用控诉的眼神 看向苏柔 委屈巴巴地开口 可是她 竟然背着我勾引楚阳 还怀上了楚阳的孩子 我的话 让在场的人一震 寒寒 你是不是弄错了 她可是你堂姐 我也想 是我弄错了 可是 这是在不久前 她亲口告诉我的 此时 我提前滴的眼药水 总算可以释放 泪水 啪哒砸下 我低着头 假装哭泣 余光却打亮着苏柔 苏家三兄弟 只有我爸考上大学 娶了我妈 他借着我妈娘家的势力 成立了苏氏集团 但是集团的主要掌权人 是我妈 我爸不过是个挂名总裁 而我爸的哥哥弟弟两家人 虽然在我爸暗戳戳的帮衬下 日子好过许多 但是跟我家根本没法比 苏柔从小就羡慕我 我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要是苏柔还不把握住 这个嫁入豪门的机会 我都要瞧不起她了 好在 这一次 她没让我失望 被众人盯着的苏柔 跪在张妇张母的面前 叔叔阿姨 我跟楚阳是真心相爱的呀 张妇张母还没来得及反应 张楚阳已经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 我明明做安全措施了 你怎么可能怀孕 一句话将这件事情做实 楚阳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你不是说你根本就不喜欢苏义涵 说她呆板木讷 说迟早会跟她解除婚约 跟我在一起吗 你还说 你给我闭嘴 心急的张楚阳 一巴掌甩在苏柔的脸上 下一秒 张妇一脚踹在张楚阳的肚子上 你个混账东西 我们张家的脸 都被你丢光了 你打儿子干什么 张母不一了 我看分明就是苏柔这个贱货勾引我儿子 要打也是打她 张母一把揪住苏柔的头发 我爸连忙去拦 气急了的张母连我爸都挠 怕被挠花了脸 我爸后退一步 然后苏柔被张母按在地上打 躲不开的苏柔忽然捂着肚子 孩子 我的孩子 一抹烟红从苏柔的双腿流向地板 怕沾上人命官司的张母连忙停手 拨打了120 半个小时后 苏柔被抬上救护车 张妇张母 张楚阳 以及我爸慌张地跟在后面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看着走向门外的几道身影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恰恰在此时 一道阴沉的视线扫了过来 是我爸 他陡然回过头 正好捕捉到我脸上的笑 我下意识地收敛笑意 很快又意识到 我已经不是前世那个 被他打压到懦弱无能的自己了 我抬起头 对着我爸张扬地一笑 头一次看到我挑衅的眼神 我爸怒从心起 像是要回来找我算账 奈何外面的救护车等不及 他只能跨上救护车离开 救护车离开没多久 我妈就回来了 他身着修身的职业妆 盘着发 已经四十多岁的他 虽然眼角有了细纹 却风韵犹存 指他的发丝微微凌乱 显然是着急赶回来的 寒寒 阿姨跟我说出事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忙于事业的他 语气有些冷硬 可眼中满满都是关心 可惜 这关心 我前世没看到 那时的我 根本就没想过 妈妈这么努力工作 是不是为了我 只觉得我妈只顾着上班赚钱 根本就不爱我 我从小就叛逆 爱跟我妈对着干 甚至在我妈放弃苏氏集团 跟我爸离婚 唯一的条件就是带走我的时候 我因为不甘心 就这样输给苏柔 毅然决然地选择跟我爸 最后失望的我妈什么也不要 净身出户 远赴国外 想着 我的鼻头忍不住发酸 妈 我一把扑进她的怀里 紧紧地抱着 妈 你可算回来了 前世 我跟我妈鲜少亲近 重生以来 我们亲密了许多 不过跟寻常母女相比 还是多了些距离 我妈的身子先是一僵 而后 她放松下来 不熟练地拍着我的背 含含 是不是受委屈了 我点头 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她 张楚阳跟苏柔 竟然偷偷在一起了 他们还有了孩子 太过分了 我妈怒气冲冲 我这就去找他们算账 今天张家跟老大一家 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说着 我妈就拉着我出门 开车带我去医院 我们抵达医院的时候 苏柔正奄奄一息地 躺在病床上 张父张母 张楚阳 以及我爸都在病房里 其他三人面色难看 只有我爸 对苏柔嘘寒问暖 柔柔 疼不疼 饿不饿 要是难受跟叔叔说 我的孩子 苏柔摸着肚子流着泪 我爸的语气更温和了 孩子没事 你现在只需要养好身体 别的事情都不用操心 谢谢叔叔 哼 你胡说什么呢 你胡说什么呢 这样的我爸 我见过很多次 只是这一次 我在我爸的脸上 捕捉到了一丝 我以前从未察觉到的 心虚 心虚 看了看我爸 爆发一场大战 我急忙拉住我妈的手 妈 回过神来的我妈 深吸了一口气 暂且忍下对我爸的怒火 转而看向张富张母 原本看戏的张富张母 面色顿时一紧 亲家 那个 别跟我喊亲家 既然你家儿子不知检点 这门婚事就算了吧 张富张母 还没来得及表态 我爸就急冲冲地站了出来 算了多可惜 不如让柔肉代替依涵 嫁给楚阳吧 那可不行 张母顿时瞪圆了眼睛 寒寒考上了清华 苏柔呢 连本科都没考上 还是农村出来的 咱们张家才看不上 这样的儿媳妇 依我看 就让苏柔把肚子里的孩子打了 滚回乡下去 这件事情就当没发生 总不能为了一个贱人 影响我们两家的和气 是吧 亲家 张母看向我妈 我妈看了眼我爸铁青的脸 她安抚地拍了拍我的手 然后悠悠开口说道 这样也不是不行 见我妈松口 张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既然如此 我这就让医生准备打开手术 说着 张母就打算去安排 原本躺在床上 说话都费力的苏柔 忽然跑下床 抱住张楚阳的腿 楚阳 你忍心这样对我吗 呜呜 她哭得梨花带雨 张楚阳面露挣扎 见此 张母气急了 见蹄子 你别碰我儿子 说着 她就去扯苏柔 却在此时 两道身影冲了进来 敢欺负我女儿 我跟你拼命 冲进来的是苏柔的爸妈 她们显然才得到消息赶来 看到苏柔被人欺负 上去就把张母推开按着打 张父也加入战局 苏柔爸妈是干惯了农活的 力气大 张父张母才不是对手 眼见着自己的爸妈 被打得嗷嗷直叫 张楚阳也冲了进去 六个人在地上滚成了一团 扑痴 我忍不住笑出声 笑声吸引了我爸的注意 他阔步向我走来 气势汹汹 苏一涵 你太过分了 要不是你 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 我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是苏柔自己不要脸吗 你给我闭嘴 我就不 怎么 难不成真的跟我妈说的一样 苏柔不是你侄女 而是你私生女 我的话音落下 我爸的脸气到铁青 胡言乱语 今天我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 说着 我爸就对着我抬起了巴掌 我妈下意识地把我护在身后 你敢 我怎么不敢 郑韵汝 你要是拦我 你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打 呵 清冷的少年音带着嘲讽 在此时从病房外传了进来 真是搞笑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样见不得自己女儿好的爹 我回过头看到了一张陌生又熟悉的脸 少年的五官精致 轮廓分明 帅气异常 眼角的擦伤和嘴角的鲜血 不仅没有损坏这份帅气 反而为他增添了极抹腰眼 只眼中有着明显的利器 凶器十足 是我的高中同学秦昼 高中毕业后 我跟很多高中同学就没见过了 之所以觉得他熟悉 是因为我重生之前恰好见过他一次 那时我按部就班地下班 在路上却被两个男人拦住 是秦昼开着豪车出现 他只简单地鸣笛 那两个男人就吓得跑路 我跟秦昼道谢 他说不用谢 老同学 我这才从记忆深处 扒拉出极少数有关秦昼的记忆碎片 感谢的同时也很难堪 高中同学混得很好 而我收回飘远的思绪 我在看眼前这张脸 现在的他还没有我重生回来之前那么沉稳 显得稚嫩许多 但是依旧帅气 你算什么东西 我家的家是轮得到你一个小屁孩插手 今天老子就是要教训自己的女儿 被外人嘲讽 自尊心极强的我爸 更加觉得面子挂不住 撸起袖子就要揍我 我妈将我护着身前 她的巴掌也没停留 竟然真的打算连我妈也打 我去拦我爸的巴掌 有一只手抢在我前面 将我爸的手臂牢牢禁锢住 是秦昼 怒气冲冲的我爸 想连秦昼一块教训 可他的手被秦昼拦着 根本就动弹不得 两人对峙着 秦昼的神情轻松 我爸的脸却憋成了猪肝色 最终医疗人员注意到这边的动静 冲进病房拉架 我爸顺势收回手 转过身子去看苏柔 我回过头准备向秦昼道谢 却发现他已经转身离开 长长地走廊尽头 他的身形单薄 估计缭绕 半个小时后 在医院工作人员的安抚下 在场的众人勉强安静下来 只是除了表面上关心苏柔 实则置身事外的我爸之外 其他人都花了脸 形容凌乱 狼狈不堪 张家一家人的下巴抬得老高 气焰嚣张 苏柔的爸妈则低下头 坠坠不安 他们最大的梦想 就是让苏柔嫁入豪门 而刚才 豪门被他们按在地上打 苏柔肚子里的孩子必须打掉 张富怒气冲冲地开口 张母父喝道 我就算是死 也不可能让苏柔过门 那怎么行 苏父不乐意了 你们家张楚阳 可是搞大了我们家苏柔的肚子 要是你们不负责 我们就去你们公司门口闹 让大家平平礼 苏父的话让张富张母脸色难看 二十万 那可是一条人命 二十万就想买一条命 你们 张富打断苏母的不依不饶 五十万 这一次 她的话音刚落 苏大强和刘梅芳就忙不迭地点头 成交 病床上 苏柔直接哭晕了过去 是真晕 可惜 即便晕过去 她也免不了要上手术台的命运 解决了苏大强一家人 筋疲力尽的张富张母 看向我妈 亲家 等苏柔肚子里的孩子 没了 就让楚阳跟依涵结婚 怎么样 我妈的眸光微闪 那要看你们家楚阳怎么表现了 放心 楚阳以后要是乱搞 我打断她的腿 张母将张楚阳扯过来 张楚阳心不在焉地点头保证 眼睛不断往苏柔被推走的方向条 没有跟张母多聊 我妈带着我离开 车上 我妈一边开车 一边问我 跟张楚阳的婚事你怎么看 那种渣男我才不稀罕 一想到张楚阳 我就满脸厌恶恶恶到生理不适 踢腿懦弱不负责任 她整个人身上没一处优点 上辈子我真是猪油蒙了心 竟然跟苏柔抢一坨狗屎 我的话让我妈眉宇的愁绪散去了些许 那你现在想怎么做 我想跟张楚阳退婚 先跟张楚阳拉扯一段时间 固然能对张楚阳和苏柔的伤害更深 但是只要想到张楚阳未婚妻的名头 我都觉得恶心 妈 如果苏柔肚子里的孩子打了 张家人岂不是就要继续赖着我 我把我的忧虑告诉我妈 她对着我安抚地笑笑 放心 交给妈妈 等回到家 我妈先给张母打了个电话 亲家 苏柔肚子里的孩子打了吗 还没呢 医生说要等她醒了 看看身体情况 再动手术 我看苏柔那个贱蹄子 分明就是装晕 是啊 能勾引自己妹妹的男朋友 能是什么好人 亲家 你可不要关键时候心软 楚阳又不是不能生 等以后楚阳跟韩寒结婚了 生个十个八个的 跟张母结束通话后 我妈看向我 没等我问出口 她就跟我表态 张楚阳是独子 当初张父张母 为了要这个孩子 费了不少力 据说是张父那方面有问题 所以张母考虑到传宗接代的问题 可能不会让苏柔上手术台 我眸光一亮 我妈笑着点了点我的额头 聪明 如此一来 张家人就没脸缠着咱们 而苏柔 就算是能生下孩子 张家人也看不上她 文言 我满眼崇拜地看着我妈 妈 你真厉害 我妈笑着抱住我 轻抚着我的头 我的女儿 谁也不能欺负 感受着我妈温暖的怀抱 我的鼻头止不住发酸 这话上辈子我妈也说过 我是怎么回的呢 我说 真不让我受欺负 就应该把张楚阳帮我抢回来 可是寒寒 张楚阳不值得 不管值不值得 我就是喜欢她 我就像是磨正了一样 唯一心愿 就是将苏柔和张楚阳分开 拗不过我的我妈 舔着脸去找丈夫张母 却被他们瞧不起 可不是 张楚阳都这样对我了 我还不愿意放手 有我这么一个女儿 我妈可不就被人瞧不起了吗 寒寒 你怎么了 感受到我的情绪波动 我妈关心地问道 我埋在我妈的怀里 吻声道 妈 我觉得我爸她 不配当我爸爸 就好像以前 跟我不够亲一样 我妈跟我爸之间 也始终隔着什么 平日里 我妈忙着工作 我爸则拿着我妈的钱 到处挥霍装逼 现在想来 他们两个的感情 早就出现了问题 只是考虑到我 我妈一直坚持跟我爸过 可现在 我看清楚了 不关心不在意我的父亲 我可以不要 我希望我妈能提出 跟我爸离婚 可她没有 她只是紧紧地抱着我 良久 才发出一道叹息 虽然有些失望 但也可以理解 毕竟上辈子 我妈跟我爸提出离婚 是在一年之后 那时我已经被张楚阳 苏柔和我爸整得精神崩溃 她对我爸彻底失望 想要带我走 而现在 我爸除了维护苏柔 似乎并没有其他无法原谅的举动 虽然很想早点摆脱我爸 但是我知道 有些事情不能急 下午 我妈出门 为我筹备升学宴 我将别墅的庸人都喊了过来 吩咐到 将苏柔的东西都丢出去 是 之前为了学习 暂且忍了苏柔一段时间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给任何人伤害我的机会 苏柔的东西 尽数被丢出去之后 庸人将我的房间打扫干净 我从阁楼搬了回来 晚上 我妈前脚回来 后脚 我爸就回来了 看到我们 她的神情不再嚣张 反而有些善善的 她走到我妈面前 拉着我妈的手 白天在医院 我也是气急了 你不要生我的气 平常就算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我爸也不会道歉 现在铁定有所图 我妈抽出手 神情淡淡 看你这样子 苏柔肚子里的孩子没打 被直接戳穿内心所想 我爸有些尴尬 张楚阳做了检查 若惊 以后怕是不容易要孩子 这也是无奈之举 所以呢 我妈定定地看着我爸 面对镇定的我妈 我爸内心的心虚 转变为怒气 是一涵 自己不争气 不讨张楚阳的喜欢 既然柔柔已经怀了 楚阳的孩子 这门婚事还不如给柔柔 我妈也是个硬脾气 当场沉了脸 苏震男 这门婚事我不稀罕 但是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寒寒不讨喜 在你眼里 就你侄女苏柔最讨喜是吗 难道不是吗 我爸拍着桌子站起来 他指着我 你看看他那付我欠了他几百万的样子 哪里讨喜了 哪像柔柔 会给我端茶地水 虚寒问暖 还会你给我闭嘴 我妈气得胸口上下起伏 怕我妈气坏了身子 我连忙上前 为她顺气 妈 咱们不气 爸爸不疼我就算了 反正我还有你 看出我的担心 我妈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压下内心的怒火 忽视掉苏震男 他拉着我的手上楼 楼上 他看着我 你爸他 他想说些什么 可是话到了嘴边 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会握住我妈的手 妈 在我心里 我没有爸爸 从小到大 我爸爸没有关心过我 没有照顾过我 没有参加过我的家长会 没有 我生活中的大小事情 他都没有参与 甚至 他对我没有一点喜爱 只有厌恶 但是他对苏柔不一样 他在苏柔面前 才像一个父亲 我有时候甚至觉得 想到了内心那个猜测 我咬了咬牙 接着说到 觉得苏柔才是他的女儿 而我是抢了他女儿地位的 绊脚石 韩韩 被我的话吓了一跳 我妈惊呼出声 妈妈可以保证 你是你爸爸的孩子 至于苏柔 你爸那人自私 一直以来都想吸我的血 去贴补他的两个兄弟 他骨子里觉得 他跟两个兄弟 才是一家人 觉得我是外人 他把你放在 跟我一样的位置上 所以才会对你 苏柔肯定不是你爸的孩子 你放心 你爸不疼你 妈妈会加倍疼你的 文言 我点了点头 没再继续纠结这个问题 转而开口说道 我爸的意思是让苏柔 嫁给张楚阳 张妇张母因为苏柔怀孕 就接受她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太便宜苏柔了 当然不会 张妇张母的为人 我太了解了 他们估计是想着 让苏柔偷偷把孩子生下来 到时候给你跟张楚阳养 他们让你爸回来当说客 但是你爸怎么可能舍得 让他的宝贝侄女受这种委屈 所以他这次回来 就是想让我出面 说服张父张母 让苏柔嫁进张家 我才不会那么傻 刚才跟你爸那样一吵 他怕是开不了这个口了 听完我妈的话 我忍不住对他竖起大拇指 还是我妈厉害 那是 我妈一脸傲娇 你的升学宴定在三天后 酒店的地址 我一会儿发你微信 这几天你就安心地 邀请同学来参加你的升学宴 别的事情交给妈妈就行 升学宴那天 我会对外宣布 你跟张楚阳取消婚约的事情 好的 妈妈 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还是有些疑惑 我妈的能力比我想的还要出众 她那么聪明 可以笃定苏柔不是我爸生的 难不成这一点 真的是我猜错了 甩了甩头 我暂且将这个问题抛于脑后 我拿出手机 给关系好的几个朋友 发送升学宴的邀请 邀请到最后 我想到了秦昼 她跟我是同班同学 可高中时期 我对她的印象寥寥无几 印象中 她始终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 上课的时候 不是睡觉 就是玩手机 老师也懒得管她 她经常跟人打架的 动不动就被老师请家长 本是叛逆学生的典型 然而由于她长得帅 她的抽屉里 总是塞满了情书 只是那些情书 她碰都没碰过 并漆丢进垃圾桶 我跟她的交集少得可怜 可前世今生 她两次出手帮我 纠结了片刻 我还是给秦昼发了信息 由于跟她不太熟 我的语气也相对客气 三天后 我的升学宴 请问你有空吗 没想到对方回得很快 只简单的一个字 好 关系好的几个朋友 考得不管好不好 升学宴都在这几天 这天 我收拾齐整准备出门 坐在沙发上的我爸 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眼中多了灵力 一寒 有事吗 我的语气冷淡 不悦地皱了皱眉头 我爸开口说道 你堂姐还在医院 躺着养身体 你怎么还有心思出门完 照你这么说 堂姐还在病床上躺着 你怎么有心思在家里喝茶 我看你就应该在医院 寸步不离地守着他 我毫不客气地回怼 让我爸的脸色难看 我这不是昨晚熬夜了 今天熬不住了吗 哦 急着出门的 我懒得继续跟他浪费口舌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爸的声音再次传来 记得抽空去看看 你堂姐 恐怕让我去看苏柔是假 趁机让苏柔给我做思想工作 才是真 对他的话恍若未闻 我抬脚离开 等参加完好友的升学宴 回来的路上 我让司机绕路去了医院 我抵达医院的时候 苏柔正坐在床上 吃着苏大强和流霉方味的水果 咱们柔肉可真厉害 看样子迟早就要嫁入豪门了 那个苏一涵读书好有什么用 连个男人都留不住 等你跟张楚阳结婚的时候 让你叔叔多给你点嫁妆 他们一家三口算盘 打得霹雳啪啦响 我适时推开门进去 可刚刚张阿姨打电话给我 告诉我 楚阳是绝对不可能娶苏柔的 等苏柔生下了孩子 就让他滚回乡下呢 我的话 让屋内的几人脸色巨变 一涵是已至此 就算你嫁给张楚阳 也只能得到她的人 得不到她的心 此时 刘梅芳脸上的得意全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苦楚 一涵 你从小就命好 什么都不缺 柔肉不一样 她 你能不能别跟她抢楚阳 刘梅芳说话的同时 苏柔已经泪流满面 寒寒 看在我是你姐姐的份上 你能不能放过我 苏大强的态度 则依旧强 一寒 就算你不同意 跟楚阳取消婚约 你爸爸也会想办法 让苏柔嫁给楚阳的 你现在不放手 到时候丢脸的 只会是你自己 这一家三口 一唱一鹤 软硬兼施 这要是上辈子 那个善良软弱的我 恐怕早就觉得 是自己的问题了 可 什么叫我放过你们 不要脸地勾引我未婚夫 怀上我未婚夫孩子的是苏柔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才跟你们这种人扯上关系 我告诉你苏柔 不管你有什么手段 跟张楚阳的婚事 我不会退 你尽管把孩子生下来 到时候你的孩子喊我妈 而你 永远见不得光 最多孩子跟你喊一声阿姨 文言 屋内的几人 都气得哑口无言 砰 刚走进来的宋范阿姨 在此时不小心打碎了碗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手笨 他手忙脚乱地去捡地上碎掉的陶瓷 还不小心划伤了手 看不下去的 我上前一步 我来吧 我蹲下身子 帮他捡起碎碗 捡完后 我站起身 准备把这些丢进垃圾桶 他眼间 我的视线不经意地 落在宋范阿姨的脸上 便再也无法离开 像 跟苏柔很像 原本已经被我压下去的猜想 又再次浮了上来 察觉到我盯着他的脸看 宋范阿姨连忙低下头 对着我说 谢谢 没事 我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顺带从他的头上 戴下一根头发 刚走出病房的门 我就看到了张楚洋 他的神情非常兴奋 寒寒 太好了 你不介意苏柔生下我的孩子 还愿意当孩子的亲妈 你放心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对你 说着 他看向我的眼中 满是深情 看样子 我刚才在病房里说的话 被他听到了 我简直要悠了 上辈子我是多眼瞎 竟然会不甘心 苏柔抢走了这么个玩意儿 那苏柔怎么办 我故意放大音量 等他生下孩子后 给他一笔钱就行了 张楚洋说得很是无所谓 屋内 随着张楚洋的话说出口 又是一阵惊呼 苏柔又晕了 至于真晕假晕 我不在乎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张楚洋 刚才我说的话 不过是故意气苏柔 从你跟苏柔勾搭到一起的那一刻 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话麻烦你回去了 跟你爸妈说一声 免得以后 你爸妈天天到处说 我是你们家未来的儿媳妇 跟你们这种人扯上关系 还挺丢脸的 说完这番话 无视张楚洋的反应 我抬脚离开 升学宴的前一天 我跟我妈选完礼服回来 发现苏柔和他爸妈 出现在我家 那一家三口躺在沙发上 一边嗑瓜子 一边看电视 别墅里满地的瓜子壳 和溢出来的茶水 凌乱不堪 你们来干什么 我看着他们 苏大强的身子 又往沙发上靠了靠 依涵说的什么话 咱们可是一家人 柔柔刚出院 不方便耽搁 不住这里住哪里 庸人在此时搬着东西 从楼上下来 我定睛一看 竟然是我房间里的东西 察觉到我的住室 苏柔一脸无辜地开口 寒寒 叔叔说我需要 良好的环境养身体 所以还是麻烦 你住阁楼或者客房吧 好家伙 竟然又不通知 我就霸占我的房间 我怒不可遏 正准备开口 我妈抢在我前面出声 保安 将这一家三口丢出去 你们敢 知不知道我是谁 是你们别墅男主人的大哥 你们要是敢动手 我把你们都解雇 苏大强气势汹汹 然而保安根本里都不理他们 毕竟这别墅 是我外公外婆 给我妈的陪嫁 被丢出去的三人 坐在我家别墅门口 骂骂咧咧 我悠悠开口 再嚷嚷 我就报警 说着 我拿出手机 110按下 那三人顿时尽声 从地上爬起来 拿着他们不多的行李离开 苏柔 我在此时唤住苏柔 你还想干嘛 此时的苏柔也装不下去了 她捂着肚子 看向我的眼中 满是防备和恨意 你别想动我的孩子 呵 我冷笑出声 光靠着孩子 可不能嫁入张家 张家人最看重的是面子 只有把你怀了张楚阳孩子的事情 闹得人尽皆知 张家才有可能让你光明正大的进门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苏柔的神情很是感动 倒也不是个完全没脑子的 很快 她就想明白了 苏一涵 你就是故意的 你想让张家也跟着身败名裂 是 我就是故意的 机会给你了 你爱要不要 苏大强一家人离开没多久 我爸就回来了 客厅内 他跟我妈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争吵 因为我 因为苏柔 两人的争吵 从一开始的苏柔勾引张楚阳 延伸到了很远 我爸觉得这么多年以来 我妈自以为能赚钱 始终压着她一头 让她觉得很没有面子 而我妈 除了觉得我受了委屈 最大的心结 就是我爸多年的冷暴力 一向优雅自持的我妈 此时也忍不住情绪崩溃 苏震男 你就是窝囊 就是没用 就是大男子主义 你不护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你就是狼心狗肺 有眼无珠 郑韵如 你找死 我爸抬起巴掌 就要去打我妈 当然 他的巴掌 没能落在我妈的身上 在半空中 被保安拦住 把苏震男往死里打 打得越狠 奖金越多 接下来 客厅内充斥着苏震男的惨叫声 我想这么做很久了 前世就算是我最终止上了大砖 也不是不能通过努力将日子过好 是苏震男 苏柔和张楚阳 不管我找什么工作 他们都会利用全是把我的工作搅黄 我上辈子悲惨的人生 纵然由我自己猪油蒙了心的缘故 可从始至终 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 是这几个坏人 一直在逼我 自我重生的那一刻 我就想把苏震男往死里打 可真当这么做了 我的心里却并没有觉得很痛快 因为我妈 我妈的脸上满是受伤 妈 我上前拉住我妈的手 小心翼翼地换倒 妈妈没事 我妈勉强对着我挤出了一抹笑 等到苏震男被打得发不出声音 我妈才对着保安道 助手 就这么放过苏震男 我还是有些不甘心 我妈安抚地拍了拍我的手 明天就是你的升学宴 事情闹大了不好 如此 我没再说什么 苏震男被送去医院 病房的门口 我妈专门找人看管着 晚上 我妈的房间始终亮着灯 放不下心的我 走到我妈的房间门口 就见房间内 她将跟我爸的合照 一一收拾出来 先是看着回忆了一下过往 然后狠狠撕碎 是了 我只看到了我爸的不好 却没看到 我爸跟我妈过往经历过的一切 察觉到我的到来 我妈对着我招了招手 我走过去 依偎在我妈的怀里 我妈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当初我要嫁给你爸 你外公外婆不同意 说你爸出身不好 个人能力不强 我被你爸的甜言蜜语迷惑 贴了心要嫁给他 事到如今 看来真的是我选错了 妈 人的一生都会有选择错误的时候 只要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就行 况且 我仰起头 看着我妈 况且 要不是跟我爸在一起 也许你就不会有我这么聪明伶俐的女儿呢 我带着玩笑的话 成功让我妈的脸上有了笑意 她看着我 认真地开口问道 韩韩 如果我跟你爸离婚 你能接受吗 能 那你会选择跟我吗 会 这一次 我回答得毫不犹豫 许是我的回答 给了我妈力量 我妈的脸上 重新染上自信 等明天你的升学宴结束 我就跟她提离婚 好的 我抱着我妈 跟她一起睡觉 等她的呼吸平稳 我才起身 在枕头上 寻找了一根我爸短发 拿着短发出了卧室 第二天一大早 我先找借口出门了一趟 去医院取了苏柔的头发 然后分别给苏柔和我爸 以及苏柔和那个 宋范阿姨的头发提交上去 做亲子鉴定 回到家之后 我跟我妈一起出发去酒店 临近中午 客人们陆陆续续到达 我爸本身是在医院 修养身体的 还硬是爬起来 来参加我的升学宴 我本来有些担心 他在升学宴上闹腾 还是我妈表示 我爸那人最是虚荣 我才松口气 如我妈所想的那样 往常连一个眼神 都懒得给我的我爸 此时满脸笑容 笑容之大 让他缠在脸上的绷带 都挡不住 老苏啊 你家闺女可真出息 那是随我 有人看着她的惨样 关心地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伤成这样了 深眸里多了几丝阴霾 我爸脸上的笑容 却依旧灿烂 被辽黄枪功绩 仙雾思摩禽 嚷苏怀退烧鬼术 闻眼 我跟我妈对视一眼 都有些忍俊不禁 不得不说 她还挺会给自己找理由 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 还真有用武之地 客人一拨又一拨地进去 终于 在我妈的望眼欲穿中 我外公外婆来了 当初因为我妈固执地 嫁给我爸 外公外婆生气 这些年来 虽然在我妈的事业上 暗戳戳地帮忙 但是明面上的往来 却几乎没有 每次我妈回去看她们 她们都板着脸 只有面对我的时候 两个老人才开心 但其实我知道 她们就是借着我的名义 关心我妈 对我是爱屋及乌 爸 妈 你们可算是来了 我妈松了一口气 我外公外婆一脸傲娇 要不是怕寒寒的升学宴有遗憾 我们才不来 是是是 我带你们进去 我妈去扶我外公外婆 我的同学们也都来了 张家人也来了 苏柔一家人也来了 临近中午 宾客们都快要到齐了 我却始终没看到秦咒的身影 直到此时我才觉得自己有些贸然 秦咒的学习成绩如何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她考上了哪所大学 就这样贸然邀请她过来 正想着 头顶忽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请问我坐哪儿 我抬眼 正好对上秦咒好看的毛子 我带你过去 说着 我的脸上不由自主地绽放出笑容 我带秦咒去了高中同学坐的那一桌 看到秦咒 原本正在畅聊的几个女生 顿时红着脸噤声 寒寒 你可真厉害 从不与任何人亲近的校草 都被你请来了 文言 我只笑笑 没说话 苏氏集团不小 来参加我的升学宴的 大都是商业上的伙伴 我跟着我爸我妈 给众人敬酒 轮到张佳仁所坐的这桌的时候 有人表达了疑问 你们亲家怎么跟我们坐一起了 我妈笑着说道 是这样的 韩寒跟楚阳的婚约解除了 本身两人的婚约 也只是多年前的一句玩笑话 当不得真 在场的都是人精 没人继续追问 反倒是张妇张母不乐意了 不过他们也忍着 没有表态 我妈想给张家人留点体面 可我不想 做了不体面的事情 还想体面收场 天底下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我看向苏柔 她捂着肚子 神情挣扎 像是在纠结到底 要不要当场戳破 谢谢 在秦仲怀里站直身子 我对着她道谢 惊魂未定的苏柔炸了 她捂着肚子从椅子上站起来 指着我控诉出声 苏一喊 你就是故意的 你就是 见不得我怀了楚阳的孩子 想趁机弄掉我的孩子 苏柔的话一出 全场哗然 众人瞬间了然 原来我跟张楚阳 解除婚约的原因 是因为张楚阳 跟我唐姐勾搭上了 连孩子都有了 在场的都是要脸的 不少人看着张家人 满脸鄙夷 张妇张母最要面子 张母顿时否认 苏柔 你胡说什么 我们楚阳 可不是你想勾搭 就能勾搭的 事已至此 苏柔破罐子破摔 阿姨 我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是不是楚阳的 你们心知肚明 要是实在不认 等以后孩子生出来了 做亲子鉴定就行了 你个贱人 我撕烂你的嘴 眼见着张家人 跟苏大强一家人 又要打起来 我妈直接让保安 把这两家人轰出去 现场再次变得安静 众人看向我的眼中 多了同情 当然 这些人中除了我爸 他铁青着脸 那眼神像是要吃了我 升学宴结束 一回到家 我爸就爆发了 你们母女两个 怎么这么恶毒 柔柔怀了张楚阳的孩子 还不被张家认可 已经很可怜了 你们非要把他逼死才行吗 可是 这不是他最有应得吗 苏一涵 你别以为我不敢教训你 我爸阔步朝我走来 保安们挡在我的面前 将我围得岩石 你要不是不想 再被打到住院 你尽管动手 我就知道 你不是个好东西 你够了 我妈忍无可忍 打断我爸的话 苏震南 我们离婚吧 离婚 郑韵如 你在搞笑吗 我爸的语气中 满是震惊和不屑 显然 在他的认知里 不管他怎么对待 我妈和我 我妈都不会跟他离婚 对 离婚 我妈掷地有生 缓了一会儿 才接受这个事实的我爸 冷笑出声 离就离 财产对半分 凭什么跟你对半分 你除了吃喝玩乐 对这个家奉献了什么 我不满 我妈却道 好 晚点我让律师起草协议 那就这么着 我爸上楼后 我妈看向我 安抚道 韩韩 既然决定了要离婚 那么快刀斩乱麻 才是最紧要的 前妈妈可以在正 况且 她好歹是你爸爸 分给她点钱 也没什么 我妈说的也有道理 我暂且没吭声 见我妈没事 我跟我妈说 出门找同学 实则去了医院 最好我的猜测是错的 那样的话 为了不让我妈太难过 我可以让苏震南 得到一点财产 到了医院 我顺利拿到了 鉴定结果 当我打开鉴定报告 看到上面结果的时候 我气得快要喘不过气 我猜对了 苏柔真的是苏震南 和那个送饭阿姨的孩子 我当即把鉴定结果拿回去 给我妈看 原本还在为了这几十年的 婚姻难过的我妈 在发现我爸婚内出轨生的孩子 比我还大的时候 整个人被怒意包裹 不愧是我妈 即使生气 也没被怒气吞噬理智 她打电话给我外公外婆 将这件事情告诉他们 我外公外婆 带着我的三个舅舅来了 正在午休的我爸 被我三个舅舅 从床上拖下来狂揍 身上本就有伤的她 被打得奄奄一息 然后我大舅把一份离婚协议 放在她面前 让她签字 我爸一看 上面写着让她净身出户 怎么也不肯签 我大舅冷哼道 苏震南 你可想好了 你要是不签字的话 我明天就去告你重婚 让你做大佬 不仅如此 以后你们苏家的其他人 我见一次打一次 你们这辈子都别想出头 这才知道 苏柔的事情暴露了的我爸 面色灰败地签下了名字 这一刻 我爸妈彻底离婚 从今以后 她再也不是我爸 苏震南像个垃圾一样 被丢出别墅 气死了 要不是考虑到寒寒 我非要让她蹲监狱不可 几个舅舅气得不行 我妈固步地伤心 转过来安慰外公外婆和舅舅们的情绪 最后 外公外婆和舅舅们 心疼我妈和我 非要把我们接过去住一段时间 在外公家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温暖到我再也不想回去了 我妈也觉得 那别墅晦气 直接低于市场价 将别墅甩卖了 离清华开学 还有一个多月 我妈问我 接下来 你有什么打算 妈 我想去公司实习 解决了渣子 搞钱才是王道 我要早点学习 怎么管理公司 好继承家业 听了我的回答 我妈笑了笑 正好 我也是这个打算 我妈带着我去买了几身职业装 穿上职业装 竖起长发 镜子中的我 张扬自信 不负前世的懦弱 第二天 我跟我妈去公司 亲眼见证 我妈给人事部下达指令 将之前苏震南 塞进公司的人 全都开除 很快 总裁办公室内 我妈的手机就被打爆了 弟妹啊 咱们好歹亲戚一场 苏震南做的混账事 可跟我没关系啊 嫂子 我跟苏震南已经绝交了 现在工作可不好找 您能不能看在 咱们以前的交情上 不开除我 在利益面前 苏震南 引以为傲的兄弟情 不堪一击 懒得浪费时间的我妈 直接将这些人 全部拉黑 我妈将我丢给了 一个公司的前辈 我每天要学习的东西 都很多 在这种忙碌中 张家和苏大强 一家人的事情 也一箭不落地 落入我的耳中 不是我想听 实在是最近 张家的丑事太多 在圈子里闹得人尽皆知 苏柔在我的升学宴上 直接当众宣布 自己怀了张楚阳的孩子之后 觉得脸面都被苏柔 丢光了的张父张母 勒令张楚阳 不能再跟苏柔来往 也不知是张楚阳深情 还是苏柔有手段 张楚阳竟然背着张父张母 继续跟苏柔私混在一起 张母无意间发现后 直接气到住院 张氏集团那边 由于他们的丑陋行径 还了好几个大合作项目 损失惨重 眼见着公司的股价 日日下跌 张父焦头烂额 这还不止 原来苏柔并不知道 自己是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 得知那个宋范阿姨 是自己的妈妈后 她大骂苏震南 和她亲妈不要脸 一气之下 直接把肚子里的孩子气没了 没了孩子的苏柔 再也没有了嫁入张家的机会 她在苏家的地位 一落千丈 她不再傲娇 开始重新哄苏震南 毕竟苏震南的手里有钱 当初苏震南之所以利落地 跟我妈签字离婚 一是害怕坐牢 害怕我的几个舅舅 二是她有私房钱 还不少 可过惯了锦衣玉食的她 怎么可能受得了 存款逐渐变少的日子 在苏老三的诱骗下 苏震南迷上了赌博 不过一个月 几百万血本无归 没了钱才傍身的苏震南 再也无法得到苏家人的八戒讨好 被苏家人赶出家门 听之前别墅的邻居提起过 说狼狈落魄的苏震南 去别墅找过我跟我妈 可惜 别墅早就一主了 他没找到人 再次听着别人议论起那些人的凄惨现状 我发现 我的内心并无太大的波动 我跟他们早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不管他们以后过得好与不好 我都会努力变得越来越好 清华开学那天 校门口 张楚阳拦住了我 寒寒 我跟苏柔 已经彻底断干净了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可笑的是 我竟然从张楚阳的眼中 看到了几分真切的深情 有些人就是这样 轻易得到的不珍惜 得不到的又妄想 抱歉 不原谅 多看张楚阳一眼 我都觉得浪费生命 我直接绕开张楚阳 走进校园 一道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 是秦昼 他的手里也拿着录取通知书 像是在等我 看到我 他走过来 对我发出邀请 要不要一起去报道 好 我点头 跟秦昼并肩同行 过往不咎 未来不惧 我终将会活成 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我跟秦显并肩同行 感谢观看